主席 主席請賴主委 請賴主委 陳委員好 主委好 陸委會的廣告是開大門我國主 沒有錯吧 門拍開我國主 門拍開我國主 門拍開是 門拍開意思是什麼 就是開放 開放 對要推動的意思 門拍是要推動 那我國主是把關的意思 把關 就是你有在顧 顧台灣的租款就對了 你有在顧台灣這個土地就對了 台灣的利益就對了 那陳英寧這一次到台灣來 他說他沒有協商的任務 這一次他沒有協商的任務 對 但是他一直講齁 他要到南部走一走 嗯 甚至於一直在宣誓 他已經跨過泊水溪了 這什麼意思 那是因為他 我猜啦 就是他過去好多次都很想到 什麼你猜 跨過泊水溪 他是一個非常有正著意涵的話語 我還沒有講完 什麼你還猜 因為這是他講的 所以我在想說他的意思 你到底是有在顧處嗎 當然有啊 怎麼沒有在顧處 這顧處到跟陳英寧跨過泊水溪 沒有關係 有關係吧 他要到泊水溪 他到南部 南部縣市 好多縣市都歡迎他去 對不對 他是去進行交流 去了解 這個是 這根路會問 有沒有把關是沒有問題 注意聽 你是認為 陳英寧是到南部 去觀光 去走走 去跟人家交流 是這樣子嗎 他到南部去 我想 我想 我相信他是想要去 這個他透過海基會的安排 想要去了解 跟南部的各界的人士 來認識 來了解南部各縣市 他也辦了幾次的幾項的座談會 跟中小企業跟農漁會的 這個相關人士辦了座談會 大概是這樣 主委 不過我要在這裡提醒你 過去兩年 共產黨的特色 到了台灣來 都一副這個 除眉善目 但是事實上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 不管是簽訂XR也好 或者六次的一個協商會談也好 中共大概 他的一個表現 都是在 讓利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啦 中國政權 不是慈濟公奪會啦 到台灣來沒有所謂的 無怨無悔的付出啦 他要的就是政治奉利啦 今天陳寧寧刮過折水機的意思是什麼 過去這樣的時候 那幾年 這樣把你們國民黨推到這樣 接政黨推到這樣 結果南部每次選去輸到這樣 國民黨沒有辦法 我自己來 所以我跨過折水機了 我們都很清楚 他到南部來 他是大號的陳方標嘛 他是在用經濟 在刷碼台灣民心嘛 尤其是南部人的民心嘛 對不對 所以前多的紅頂三人就正先拱惑了 啊 陪他喝酒啊 陪他收下啊 啊 希望是 中國給他們更多的利益啊 但是我看得很可能的耶 一些主張捍衛台灣主權的人 是在外國這樣大聲的羞捏 啊 好 如果委員 你沒有辦法察覺到 陳雲林來的真正的一個政治目的是什麼 這樣你會在扣除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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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在扣除嗎 你難道真的不知道陳雲林的目的是什麼嗎 委員 陳雲林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跟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在進行什麼 我們有所研判延期 那重點是我們 要怎麼來透過相關的政策 來進行對台灣利益的維護 剛剛您提到的其實有幾點 我也不是不同意 包括維安為什麼警察 為什麼維安可能維安有過當 等等這些 的確我們一次一次的學習 其實陸委會在 有時候在參與這些相關的維安的會議 我們會提醒 真的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 自由的環境 維安應該要 就是要這個比例原則 就是說這個要適當適度 不能造成民眾覺得說 台灣的社會好像對於一個 你簡單答我 你知不知道 陳雲林到南部 在走的過程中 他的任助任務是什麼嗎 你很清楚嗎 你很了解嗎 今天我要告訴你 我們台灣南部的一些民眾 在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在捍衛台灣的租金 這樣有不對 在這樣 吹風啪日 竟然讓你們 這樣動作博度 在要把尾在要殺 其實我們通過次的 真正彈雲林來 真正是真正在做公益 大家也都清楚 他就是要來台灣的租金 他要秀蘭民心 他要說我 你有多少我給你買多少 對不對 你們有什麼農產品我來買 那今天我們都很清楚 真的那麼好嗎 委員您剛剛提到的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這麼可愛的 開放的 自由民主的一個空間 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所以不管是哪個團體 在進行抗議抗爭 對陳雲林表達他們的 對陳雲林對於大陸來台的人 是表達他們的看法 我們認為這個都是非常正當正常的 所以我要特別再提 你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你今天的答謝 如果你認為這是正常的 那我們就環落 你緊張有在構築嗎 你難道不知道陳雲林的目的嗎 他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嗎 他透過他的經濟手段 在達到手軟台灣人民的民心 他進一步就是要統一台灣 我想這都很清楚 你沒有去提醒台灣人民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在推動兩岸這個關係的過程當中 真的是護衛我們自己的主權 護衛我們自己的利益 這個任務 這個目的我們非常的清楚 我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對自己的社會 非常有信心 我們要非常有信心 我們聽到主委的這句話 陳雲林來的有十個目的 一百個目的 我們就會被他統戰 台灣就會被 被被被 主委你難道真的不知道他在統戰嗎 不是 你難道不可以透過我今天的族行 呼籲台灣人民說 我們要提高 警戒台灣 不要接受中共的統戰嗎 你難道 你難道真的要在台灣做中共的代言人嗎 你還要替他們辯護嗎 這個我不能接受 我只是告訴你 有這個情況 我知道 你應該說過我的族行 沒有 你真的要呼籲台灣人民 我們要提高警戒 我不能接受 中國是會跟我們做統戰的 我從來不呼應大陸 你為什麼今天我這個族行 你還是講 你是站在中國那邊 沒有 完全不是這樣 你是站在台灣 以及站在台灣民眾的地上 我是在提醒你 你的提醒我聽到了 但是我也要跟委員表達 我真的非常難過 主委 我真的非常難過 我覺得說你的這一席話 真的沒有好好的提醒我們台灣 尤其是現在南部的老百姓 我想民眾 基本上也都非常的清楚 陳怡寧來的目的是什麼 事實上 今天 他的任何的一個 善意的背後 其實都有他的政治意涵 我都很清楚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我只是今天要告訴你 我們要 這個不斷的提醒 我們的老百姓 兩岸交流主義 事實上 他是有統戰陰謀的 齁 我們也希望 透過今天的這個族行 讓你 賴主委 能夠提醒我們的台灣人民 這不是真的 真的 不然你就 問八個 隨著人 成名大王一賣 你明明 天安人一賣 蘭波大明 跟我們吞打 你也要再說沒關係 我不是這樣說 我不是這樣說 我剛才怎麼有說 實際上沒有關係 我剛不需要這種語言 我剛剛的意思很清楚 我說 九和公司 九和公司 是什麼公司 我們還是要護衛台灣 對不對 人家是要護衛我們 是一個總統 我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 站在你陸委會的角度上 好許你是用心的 還是你現在照你家裡在說 但是我要另外一個民 幫你歡迎 真的我另外一個層面 要告訴你 你要很清楚 你不是只聽好我 聽話 謝謝委員的指教 人家是那些人 非製兵的 跟我們總統的說 沒什麼好道歉 跟我們台灣的骨骨 拿著頭骨 在搭 你知道嗎 我們重量在哪裡 為什麼 你不是成為一個中國嗎 九和公司就是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 實際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 我給你 你台灣人送去中國 怎麼不對 所以我有什麼好道歉 他們的解釋是這樣 我們能夠接受嗎 你要講過一句話嗎 我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難過 三十幾天了 不然你現在做了什麼 陸委會在第一時間 2月2號 我們就跟對方透過這個協議 司法互助的協議 積極的跟對方要求 好幾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 我們要他趕快儘速的 把這個人犯遣返回來台灣 那趕快的完成他的調查取證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求要維護這些 嫌疑犯的這個訴訟權 人權 我們要讓他有這個家屬可以去探視 那這些現在就是家屬去探視 已經去探視了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案子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我們要求對方要儘速解決 遺憾 這個是陸委會的這方面 我們會 我們會 很遺憾 台灣 菲律賓 中國 菲律賓把我們人犯移到中國 如果中國跟台灣是有 是有所謂的 或不承認主權 或不承認主權 那你基本上你是應該 給我們的啊 人外要從那口還我們啊 但是 三十多次來 三十多次來 對 那有嗎 第一時間基本上就應該要 要 遣還到台灣來了 因為犯罪的行為 沒有啊 你如果會 做什麼到今天也沒有時間表 你做什麼 我們做了我們集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這個 我們也進行交涉 今天這個發生這樣 承認你九號共識嘛 結果就是這個結果嘛 國際社會是認定一個中國嘛 你真的 今天站在中國的立場上 也認定一個中國嘛 所以你台灣的人犯到我中國來 我只是跟你信嗎 對 我是審判啊 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事情 我只是告訴你很遺憾啊 您的意思我理解 但是因為實際上實務上 這個牽涉到許多的調查取證 那 在對方他需要一些時間去處理 如果你要檢討啦 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你真的要檢討啦 你真的有在顧住嗎 你只問打開而已 你怎麼有在顧住 沒有啦 委員我們是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你怎麼有在顧住 顧今天會變成這樣嗎 當然是我們 顧會變成這樣嗎 台灣跟中國最不一樣的就是 台灣是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啦 他有沒有在照顧你人權 沒有啊 那今天我們一見一而再再而再 做不到的地方 台灣只有 抗議啦 得到什麼 委員 得到什麼 我們知道問題是所在 我們知道問題是所在 無能啦 不斷的提出來 這個是需要時間來解決的 我們真的非常遺憾 我要特別在這裡跟你提醒 不管是陳寧寧到南部 要宣訴他已經看過濁水溪了 你怎麼在顧住 他是用錢 在賣台灣人的民心 你怎麼知道 他在 直接用自己的代理人 開始賣台灣的農作產品 農儀產品 你怎麼知道 在處理的這些人 都是什麼背景 你怎麼怎麼不知道 怎麼樣 我們是覺得 你們真的是要好好的一個檢討 有在顧住嗎 有在顧台灣人的嗎 有在顧台灣人的書館嗎 這才是你陸委會 最終的核心 責務旁貸的責任 謝謝